最近的时尚圈是有点东西的 先日LV的售价2万的靴子被网友吐槽像假只 紧接着MiuMiu的钻石短裤一夜间登上了热搜 有网友吐槽 以前我可以说自己穷的只剩下裤衩子了 现在不行了 因为有些裤衩我们也买不起了 赵金麦今年成为MiuMiu的新技代言人 海报上的她身着一件黑色紧身衣 搭配这款闪耀的钻石短裤 一下子在网上突然火了 不是因为好看而是因为奇葩 咱就说像钻石的裤衩穿上它 真的不扎肉不割的话吗 除了不实用外 这条内裤更是贵到离谱 按照官网的价格一条进需要4万人民币 就算是刺绣针丝和羊毛做的 也不用这么贵吧 难道是用黄金线缝呢 有人形容这款钻石内裤太厚重了 厚重的跟尿布湿一样 当然是用过的尿布湿 有很多人疑惑 设计师是不是被下了酱头 才设计出这样的内裤 又有谁会花4万买一条这样的裤衩呢 当然是有的 十名网红甜甜小阿姨去专柜 亲自评测了一下这条天价短裤 被柜姐吹得晕头转向 买了这条绣款 她表示当时在专柜看到这件单品的时候就懵了 被裤衩上的信息量惊呆了 脑子不转 傻站着一动不动 在喵喵专柜看到她的第一眼呢 因为这个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 以至于我当时那个CPU啊 瞬间干烧了 然后我就愣在那盯着她看 柜姐奸壮以为她看上了这条内裤 立马就大赞她有眼光 称这是绣款 他们的柜姐就以为我看上这件了 马上过来跟我推销 说我好有眼光 这个是绣款 甜甜小阿姨问出了大多数人想问的问题 平时这要怎么穿搭呀 然后我说这个是内裤还是 嗯这个是内裤 但是它是外穿的 我说这个外穿怎么搭 随后柜姐给她看了官方搭配图 上半身素末 下半身张扬 说好的富家名媛千金风呢 柜姐随后建议甜甜小阿姨说 如果怕露得太多就搭配一条黑丝就好了 还说大家都这样穿 是真的眉头紧索啊 她看我这样 然后她就故作淡定的说 你要是怕太漏的话 你就搭配一条黑丝就好了 我说这样出门合适吗 她说大家都是这么穿的呀 柜姐甚至还让甜甜小阿姨在工作中穿 这一画面有点不敢想象 甜甜小阿姨以自己又不是在风马修上班 有点招要拒绝 她说一句话 她说很适合你呀 你工作的时候可以穿 她是认出你了吗 对但是我是什么工作 我躺躺着我们的媒体工作者 我又不是风马修上班的 最要命的是她说完我工作时候能穿旁边的顾客全都 我直接 然后我说我还是看看别的吧这个太招摇了 很快柜姐又给她推荐了一款同款的外穿内裤 但是属于低配版的 嗯低调的和普通裤衩没啥区别了 连算都没有 还几万块不合适吧 好不好看就见仁见智了 甜甜小阿姨对这件裤衩还是有很多不理解 但她最后决定买下一条 原因就是柜姐使出了杀手锏甜言蜜语 你这么白就该多漏点 跟你说那个柜姐有点动心 最后她使出了杀手锏 一句话让我动心了 她说什么 她说你这么白就应该多漏点 所以说有时候不是东西合不合适 美不美 只要有钱心情好 不喜欢的东西也可以随便买 赵金麦作为喵喵的心计代言人 学院风就很适合她呀 而这一套裤衩造型可是没少挨吐槽啊 团队选衣服的时候可长点心吧 还有人怀疑赵金麦团队是不是混进了对家卧底了 话说这件钻石内裤也算是有排面的内裤 见过世面的哦 除了赵金麦不少女明星都用她拍大片 就比如杨幂9月份拍的L 可能是拍摄角度或者是尺寸不同 杨幂的这一套就没有赵金麦那组违和相对好一些 同样是9月居小文的运度大片里 这位辣妈也穿过这款粉色香钻内裤 毕竟是运妈妈当时大家也没太注意 而董洁则是穿过绿色铜款 坦白说董大美女的照片也没有比赵金麦好多少 再就是澳大利亚天后55岁的凯丽米洛 甜甜小阿姨能够买4万的内裤 有些许偶然的因素 但这款内裤是真的有人不再喜欢 某书上还有卖二手的 可见销路很广 有人纠结这样的短裤不知道该搭配什么样的外裤 能不能外穿 还有人提出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这款短裤能不能洗 难道4万是一次性的 看不懂有钱人的世界 但也好在奢侈品各不断穷人韭菜 我嫌他丑他嫌我穷 另一种层面上的双向奔赴吧 拽紧白不坑穷人系列又上心了 我中金买了五个特别比五个包 刚到手就有了 这五个包可以说是生动的反应了 大盘摄理师平时倒是脏在滑水的 大盘摄理师早上起来洗洗澡 大盘摄理有点沉啊 这玉球还能这么提着啊 没有什么意思啊 摄理一包 于是就有亚历山大王这个玉球包 卖多少钱合适呢 毕竟是个负料的 八千块 这个包售价八千一百五 洗完澡了 摄理师行得吃两个早饭吧 就是这个不合的事挺正 做一包吧 这橘子要看一个事 干脆出一果书系列 不是整个LV这两包 卖多少钱合适呢 毕竟咱加上这一杯灯 一万多的 一万多一个 价五摄理师上街六包 看没刷墙子 这油漆桶 也能必然 坐吧 这么多 来两万 晚上摄理师夜宵点一炸鸡 这炸鸡盒没人摄去过吧 没有没有见过谁那么疯的 我来 一万三个包 大盘摄理师 一天的天 我还挺滑 没有一张力不在我都来到 不大一个支持环战 我也想不到 我都往咱想了 你怎么当摄理师 这油漆桶人 他们肯定都会 戏有皮跟戏良花 咱再背也没什么意思 咱背这个衣服包 把枪出架 就真的不知道 穿什么跟那个搭呀 我觉得你这一身 奢品搭的 走吧 我们经常不理解 为什么奢侈品牌 总是会推出奇怪的单品 事实就是 奢侈品出什么单品都不筹卖 总会有人买单的 所以肯引人性 而尔维甲之靴刚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质疑设计师的精神状态 设计师原本是为了解决女性 在搭配高跟鞋 白袜和裤袜时的烦恼 但实际上看起来像是半截小腿 穿白袜高跟鞋 更像是一只穿了高跟鞋的甲质 价格上还是一如既往的高冷 将近两万元 如此奇特的造型 让网友纷纷表示接受不来 乍一看很丑 仔细一看还是很丑 这么诡异 还这么贵的鞋子 谁要买 受众群体到底是谁 可就在刚过去的 平遥国际电影节红台上 我们就找到了她的主人 甲章科的太太赵涛穿上了她 涛姐就是不怕嫌腿粗啊 我昨天买了一家的山大王 这是个包女胆心 她这玩意五千多 这就是一裤子 然后这儿大理解 这么白脸 她裤裆这儿有一拉链 拿出去的时候 咱们就一个 韬当的大裤座 不要笑 很多大盆 当初新款的时候 你通常都会觉得 不理解这啥货设计 一旦看到人家网红啊 时尚潮人啊 都在穿着以后 你又会突然觉得 挺好看的 那时候你再去买了 已经网了 烂大街了 菜上还挺非常红款山寨的 所以大潮出新款的时候 别管咱们现在就有什么手 就像这个 咱直接买就买 这种肚子 总一定会觉得好看 包黎世家出售过 售价1700元的鞋带儿式 这不就是把鞋带挂耳朵上吗 这款神套春夏系列塑料拖鞋 明码标价是5000元 而且材质真的就是塑料 看到哪些大牌的奇特设计 欢迎来评论去分享 这里是有所耳闻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